好 带你来关心疫情了 新北市亲友团分批在8月2号到8月10号到花莲旅游的群聚案 那么这10名亲友有5人确诊 16号花莲县政府就进行足迹处的大消毒 那么业者也担忧了 好不容易可以营业 现在真的很担心游客染疫 新北市10人亲友团来到花莲旅游 却造成了家族群聚 目前已经有5人确诊 而确诊者的足迹公布后 花莲县有许多知名景点都纳入 包括了东大门夜市花莲鲤鱼潭 花莲县政府也进行足迹点的消毒作业 业者也都相当担心 游客疫情再次造成观光业的损失 因为造成本身的那个染疫情况 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自己又怕染疫又怕影响到我们的店家的生活 一大早就有乡公所的清洁车来鲤鱼潭周边 进行消毒作业 希望能够把确诊者在潭北的足迹进行消毒 让当地业者才能够安心 今天安排了今天早上要在我们环坛道路 还有停车场公厕还有码头等等的地方 做前面的消毒 让这个病毒病菌能够消失 也不要让游客能够担心 让游客还可以来到我们花莲离坛来玩玩 花莲宪政府在得知新北市来花莲旅游的家族确诊之后 也积极将疫调之后的足迹点进行大规模的消毒作业 观光景点如临大敌 不过业者都已经做好了实名制的规定 只担心冲击游客的旅游意愿 记者林杰刷风箱采访报道